古代最肮脏的陋习 人之间并不平等 平民百姓见了拿官贵人 还需要下跪磕头 而在男女平等方面 古代封建社会就更加做得差 尤其是女子地位太低 常常会因各种原因被欺负 有些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古代女子在家中地位很低 往往由男子继承家业 女子是没份的 要是一个家族中全部是女子 那么就会被人耻笑的 所以提名就父的故事 才会远远流传 在宋朝时期 女子想要得到一部分家中的财产 只能终身不嫁 其他朝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女子还常常被用来当作联姻的工具 这些其实都还不算什么 古代最令人无法忍受的陋习 就是吃绝户 也就是女子嫁人之后 假如丈夫死了变成寡妇 那么整个家族就会联合起来欺负他们 如果妻子还年轻 又带着一个幼小的娃娃 那么孤儿娃母注定是要被欺负的 因为家中没了男子之城 同一个家族的或者是亲戚 朋友都会上来占点便宜 更有过分的亲戚 年轻女子守寡之后 家业就会被别人夺走 这种行为更强到抢劫一样 不过在古代却是很正常的 大家都觉得寡妇守爪之后 家里的产业也就变成家族中的了 这种扭曲的认识实在令人发指 可在古代社会中 这却是很正常的 弱肉强食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所以古代寡妇都喜欢住在村头 人们往往以村头寡妇来称呼他们 就是因为在村里会被人欺负 只能住在村头 可见古代持绝户这种事情 实在司空见惯 这种行为放在今天 也是要被人唾骂的 甚至还要被人打死 属于恬不知耻的缺德行为 古代持绝户这种事情 算是最肮脏的陋习 而且专门用 来欺负年轻寡妇 对于这样的事情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感谢您的说明 好 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